杭州司机清派出所年前接到报警 一家理财公司的20万理财产品被盗 警方调查后发现这是熟人干的 就有这种异常的充滞情况嘛 然后我们就发现 然后就跟那个我们同事也沟通 会不会是比如说他们自己做的一些什么嘛 然后但他们都说没有嘛 然后我们发现就是这个事情是很不寻常的嘛 理财公司的财务小猪说 1月14号也就是年29的下午 本来要放假了 结果发现公司的20万理财产品 被人充值到了一个个人账户 可能是以前的那些就离职那些人啊 或者说是可能也有可能是 或者说北黑客这么一种轻战 然后所以我们就来报警了嘛 总共有几个人掌握这个平台的资金账号和密码 那么经询问总共有三个人 那么对这三个人展开排查之后 发现钱财务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确定了嫌疑人 司机新派出所民警立即实施抓捕 你可以给你两分钟就好了 他们了解这情况就可以自己的来 根本我们大家都给他等来等的 里面的他那个嫌疑人的母亲一开始拒不开门 他觉得可能这么吃来敲门 有可能是骗子 但是当时我们也表明了身份 也说明了来由 但是还是一直不肯开门 郑警官称 嫌疑人的母亲防偏意识很强 他们等了十多分钟对方才开门 后来将嫌疑人沈某抓获 经过调查嫌疑人沈某承认 伙同朋友毕某策划这起盗窃 沈某以自己前运营主管的身份 尝试了公司的几个账户密码 发现有一个能进去 便把公司理财产品充值到了个人账户 这个账户密码 不是二日外零 这个多少年 二日外零 五起 对对 二日外零 对对 跟公司之前有一个矛盾纠纷 然后被公司开除掉 于是他就产生了报复心理 刚好有这么个人找他想要资金 于是他就猛发出这种选法 因为他是因为他工作能力 就是也没有说特别好 然后他平时的话也基本上 也不做什么事情 然后他运营方面 他也做得不是那么好 他的话平常公司能有多少钱 差不多一万五吧 理财公司的财务小猪说 从开除到理财产品被盗 中间隔了15天时间 他们没怎么改过密码 结果就被对方释出来了 他表示以后会多变更密码 参与盗窃的嫌疑人 沈某 毕某都是杭州人 目前已经被刑事拘留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到